心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同秋听到师父开示 无声法忍 对无声法忍有以下理解 请师父开示 无声法忍的重点在无声 无声法 法无声 无声无灭 净字如如 既然无声实际上就没有忍 所以无声法忍的前三个字 讲的是大菩萨乃至佛的境界 忍字是从众生角度来看的 就好比我们对师父的各种想法里 里面还有法有 有法有境界 而从师父内心已是无声法 无声法从开悟中来 无声法忍中忍中来 在忍耐中领悟法 无声灭的空性德 无声法忍 无声体现着平等 智慧和万灵同源 无声不是空洞的孤立 而是万物相依 无声法忍体现了处处通达着智慧 是自在无碍的状态 无声法忍的境界与 虽行无作 而现寿身是菩萨行是一样的 请师父开示 这个小家伙男的女的了 女的师父 能够学得不错了 是吗 感恩师父 因为忍者 忍者既非究竟 忍耐并不是一种究竟 你今天还忍耐 你就说明没有完全开悟 对不对 对师父 你要以政治会聊一切法 本性皆空 你知道本性皆空 本性无二性 对不对 无二 本性无二你就知道了 你忍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忍的 一切法性空性 政治本性清净 对不对 这个本身就是无二分的 无分别的 所以这个世界你忍什么 有什么好忍的 对不对 你忍者一定没有究竟忍 对不对 对师父 你这个不理解 你不理解什么叫 什么叫忍字 你就会生出 无生法人 生法人 你如果知道了 你就无生法人 根本没有这个意念去的 你根本知道 这个是完全是空性的东西 你就给他搞什么 有什么好搞的 明白了吗 是是是 明白了师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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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